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热帖 港人正为中共挖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大坑专题 香港反送中 抗争引暴动动态 香港从波澜不经到反送中的风起云涌,再倒零 新的暴力冲突,到今天,香港已经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2日晚,香港中文大学战火纷飞,示威学生与警察激烈对抗 警察不断对二 浩桥周边学生发射催泪弹及橡胶子弹,学生则已已与散户体,用砖头 燃烧平庸猛还击 目前,战火已经蔓延到香港理工大学,示威者时 用汽油瓶、砖块、弓箭对抗警方的枪林弹雨 理工大学18日整天被 警察包围,许多尝试离校的人都遭到拘捕 19日,已经有600多人离开校园,其中有200多人未满18岁 特首林郑月娥在周二季 这会上说,过去几天暴徒占领理工大学,让大学校园变成兵工 厂,在大学内发现有几千个没有用过的汽油弹,情况非常严重 据路透社报道,11月19日仍有约百名示威者被困在理工大学内 过去24小时,警方共逮捕约1100余人 香港警方称,自6月爆发抗疫以来,已有4491人被逮捕 年龄在11岁至83岁之间 Some are willingly clicked over you Geneo Image 香港警方与示威者之间的对抗日一击 列,双方互不相让 一方面,警方对抗示威者的残暴程度不断升级 而与此同时,示威者的抗疫手段也日趋升级,抗疫运动远没有平息的迹象 关于香港的严峻局势,民意也在出现分裂 有的批评中共和港 复制造了香港动乱,也有的批评示威者暴力抗争,缺乏抗争策略 邓宇文先生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香港局势在等一个事件发生》 他认 喂,北京和反动派走到这一步,都在等一个事件发生 尽管不知道这 各事件会以一种什么形式呈现以及何时呈现 但一定事件能够决定这 场运动最后走向的大势 换言之,只有这个事件发生后,运动才会收场 北京或者说习近平处理香港事态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楚 在反送中的事件发生后 尤其是勇武者上场后 北京的底线是撤回修例 但对反对派提出的双普选诉求 是坚决不答应的,并非仅仅是勇武者的暴 立抗争让北京觉得不该在此种情形下向暴力低头 而是早在2014 年的战中发生 习近平就打定注意不给香港双普选 但在暴力升级且 持久不去后,北京虽然表面上谴责暴力 实则希望勇武者的暴力闹得越大越好 因为这样无论港府还是自己最后出面清场 就没有道德富 但,且西方也难因北京的清场而对其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从这个角度说 北京实际上是在给反对派挖一个大坑 等着后者调进去 香 港的暴力抗争在今后还会继续以更大规模更高频率表现出来 从而 正好落入北京所挖之坑中 有学者指出 如果港府听取民意 不启动 让港人害怕的修理 如果修理造成社会分裂 港府趁早永久取消修理 早日弥补伤害而不是支支吾吾了三个多月 如果港府哪怕听取一项民 重的诉求 独立调查警察的执法行为 如果港府不在火上浇油 在时 月份援引紧急法推出进盟面法 引发一系列暴力冲突 如果 港府政治主导 而非警察治港 就不会有警方暴力步步升级 就不会有警方暴力步步升级 那么大 坑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谈谈近期网络上流传的一个香港市 平和16日纽约时报有关新疆的一个重磅报道 视频显示 香港 警方将大批被捕的男女青年押上火车运走 目前 无法获知这些被捕 人员被押往何处 有人猜测这些抗争者被警方押往靠近大陆的新屋领 扣留中心 也有人指新屋领无法容纳大量被捕人员 警方将他们秘密 押往大陆 更有人猜测他们被押往新疆集中营 这个视频让我们想起 今年9月份 网络上流传一个新疆视频 视频显示 警方押送囚徒的场面 火车站台上列队的囚犯人身着蓝色制服 背后有喀什式看守 锁字样 并且双手被反绑在身后 头上绑着黑色眼罩 还有一些人 则着其他颜色的衣服 也同样被反绑双手 头戴眼罩 剃了光头 他们在警察的一对衣押送下列队 步行离开车站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 索德卫星数据分析专家 拉塞尔分析 视频拍摄地点 因为新疆库尔勒西 货运站 时间因为2018年8月20日前后 香港和新疆视频让我 我们想起了1940年代的 奥斯维新集中营 那时 每天都有满载犹派 人的火车到达这里 然后被送进了毒气室 最后化为一缕青烟 今日 的香港正在重复过去悲惨的故事 或许您认为言过其实 这不过是乡 港监狱不够用 而将示威者转移到其他监狱关押而已 但11月16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